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前两天,娱乐圈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原创音乐人,赵英俊因为长时间熬夜患上了肝癌。 在与癌症抗争的将近两年之后,离开了大家。 这一件事情,在娱乐圈里面确实掀起了非常大的波浪。 而赵英俊在娱乐圈里面,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有才的音乐人,为非常多十分优秀的电影都配过歌曲。 生前也创作了数十首,在娱乐圈里面的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。 我们十分熟悉的,由王妃翻唱的《青丰徐来》,以及火爆大街小巷的《大王,带我来群山》,这些都是赵英俊所作的歌曲。 而在前一段时间,由易阳千玺和刘浩存主演的电影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的同名主题曲。 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也是由赵英俊进行创作的。 而赵英俊的家人在微博上面发布布告之后,赵英俊本人的微博也由他的家人来运营。 发布了他的最后一条微博,也是他在生前写的一封一书。 在这一个微博里面,我们可以知道,他对于父母还是比较有愧疚的。 也比较遗憾的是,没能迎娶自己心爱的人成为自己的妻子。 而赵英俊在娱乐圈里面,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多流量电影的龙套,也饰演了不少的角色。 在这些角色里面,也确实是非常乐观幽默的样子。 但是歌红人不红,也造成了很多的网友,对于他本人的事迹,并不是特别的了解。 而赵英俊,其实和袁珊珊,也有过一段,非常隐秘的恋情。 袁珊珊可以算得上,是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,用健身这一个人设,改写自己事业方向,非常成功的,一个女明星。 袁珊珊在之前,和赵英俊非常隐秘的恋爱,虽然没有在微博上面进行公开。 但是两个人的,同款照片同款文案,同款衣服,同款帽子,同款手机壳,被非常多的网友爬出。 可能也是因为两个人在娱乐圈里面,不算是流量明星。 所以两个人的低调恋情,并没有获得,非常多人的关注。 而在前两天的时候,袁珊珊在微博上面,发布了一条微博,告别赵英俊。 虽然在这一条微博里面,没有提到赵英俊的名字。 但是从文案里面,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,就是在告别赵英俊。 而这也已经是赵英俊去世的第三天。 而赵英俊这两年,也确实给我们创作了,非常多十分优秀的歌曲。 和娱乐圈里面,非常多的明星,都有着非常好的关系。 在他去世的新闻曝光出来之后,非常多的明星,也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,对他进行了怀念。 我们十分喜爱的歌手薛之谦,也在他的葬礼上面,被拍到了。 面容非常的憔悴。 也有非常多的,知情人士爆料。 在赵英俊的,患病期间,薛之谦几乎已经成为了,为他跑遍各大医院里面的,一个好朋友。 甚至也已经成为了,他在各大手术上面的负责人,签名本人。 除此之外,鲍贝尔,月云鹏,张亮莹等,非常多娱乐圈里面的明星,都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发布,微博怀念赵英俊。 希望袁珊珊在,接下来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吧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